Hello 我是May 我是Kiki 我們今集Staycation來到荃灣 其實這一區出名是超級多食物 我們之前都在這裡拍過兩集的家庭食神 我們今集一場來到當然要找一間酒店住 就是會住丁蘭居的 出名是超級便宜 去登場的時間是三點鐘 現在其實是十一點幾十二點 跟大家介紹一下荃灣有什麼好限 好 今集這段影片都多謝The New Back Optical 我們都會叫做新黑 多數買眼鏡的人都會叫這個名 就事不宜遲了 快點上去 很喜歡的話 一定要記得 See you guys, comment and share with us 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響鐘仔唱才看 Go 我們現在來到新黑的荃灣店 因為它是新開的 之前在旺角和銅鑼灣都有分店 我們就去一下銅鑼灣店 其實在外面已經覺得這間店 比之前的店比較大一些 而且最重要的是整個空間感很足夠 不論是樓底或是視野上都令你很舒服 它的材光是非常之好 好像吸收進窗的自然光 讓你試眼鏡就試到最真實的情況 平時大家戴眼鏡日常的顏色就會顯而易見 這裡整個裝修行的風格是很有日式的 那種美寒的 有些畫邊沙邊的風格 還有一間眼鏡店 最重要當然就是眼鏡的款式和牌子 那這一間我覺得是差不多全香港 以日本手工眼鏡來說最多的一間 它就這樣擺出來 其實已經有二千副的手工眼鏡 就是我們一打開櫃的時候 就會看到量很誇張 大家看看 它不是只有一層 它是四五層 說到這裡有很多款式 其實我也有一個故事可以告訴大家 就是我這一副眼鏡 其實是一個日本手工牌子 就叫做iWang 我當時在網上看到這個款式 其實已經很想要了 但是呢 因為這個款式已經賣光 是一個絕版的款式 我們那時候去日本東京的時候 我們去買iWang的專門店 亦去了很多不同的手工眼鏡店 但是全部都買不到 我們回來香港 來到這間店 Facebook 的時候問 有沒有這個款式 有沒有這個顏色 它竟然說有 那我就覺得 哇 很厲害 連日本絕版的手工眼鏡 這裡也有得買 那我就很喜歡這個牌子的眼鏡 因為它的款式是雕花 還有很多細節的位置 我當時跟阿May 在東京走四五格 最後天氣超動 我們去買那些什麼表忏度 元宿 那些我們全部走光 但是都是找不到的 除了一些日本的手工眼鏡 其實它都會有一點外國的品牌 譬如可能Dita Oliver People 很多都是在日本代工的 所以某程度上 它都算是日本手工眼鏡的範疇裡面 因為始終都是日本製造的 除了我剛才說的iWang之外 其實它都會有些金字眼鏡 萬年龜 還有會有日本皇室御用的牌子 這裡都會買得到 甚至有些牌子是這裡獨家代理的 所以大家如果想找眼鏡 或者有些深水看了很久的款式 這裡就是幫到你 這裡的服務態度 我覺得它敢認第二 沒有人敢認第一 不是因為賣廣告 所以我們才會這樣說 是因為我們以前都來過很多次 我們就不是荃灣鋪 我們就去銅鑼灣鋪 這裡的電眼的設備 是會更加之好的 那我們現在就走過去看看 選了這個眼鏡就試試看 我自己很喜歡代帽式的眼鏡 好像KiKi 這個色跟我意外地配 有些橄欖綠色 整個眼鏡的鏡框都是通透一些 真的很有系 戴完之後可能變了小蟲塞狼 我就想了 好像你看到這麼齊的顏色 選擇困難症有力 而且現在試的東西非常方便 試之前已經幫你拆了裡面的平光鏡 不會反光反得很厲害 戴了之後真實的效果是怎樣 你可以看看 這樣我可以插它的眼 我現在已經選了一副眼鏡 我先準備去驗眼 這裡的驗眼設備很齊全 還有主廠會有專業的視光視野 剛剛已經驗完眼了 這件事遲些就可以拿了一副眼鏡 大家有興趣都可以過來這裡 它都有黃河和銅鑼灣的分點 剛才整個驗眼的過程 都是非常滑滑的 最重要是使用這部機 令我非常印象深刻 像變身器一樣 這部機就算會給大家 客製化眼鏡的鏡片 會把眼距影 瞳孔的大小 鏡片的大小 基本上一部機是會做得完 如果大家想選一副 漂亮的手工眼鏡的話 深刻就一定能看到你 其實我們都驗了差不多半小時 我也有點餓了 我們現在先去吃東西 荷灣其實有很多不同的食物 我們現在應該會去找一間咖啡店坐下 因為今天比較早起床 一定要喝一杯咖啡 否則受不了 因為我們的Check-in時間是三點 其實現在還是1點多 所以我們會吃完東西 然後再過去 我們就在附近找了一間 都挺新式的咖啡店 我們就來到這間叫刀座 整個裝潢的感覺 都像日式契賊店 在菜單上都用了很多首輩的食物圖案 當然除了日式食物之外 其實還有一些細色的食物 就像我今次叫的all day breakfast 有齊了牛角包 雞腿肉蛋 菇 番茄 他們的雞腿肉是蠻好吃的 因為他們應該用了一些冷水汁 好入味 其他配菜 即是蛋 番茄 菇 等等 就像不像 至於我的杯咖啡叫麥桂菲 就是用了一些花蜜 加上熱蜜奶 整成一杯咖啡 挺不錯的 而且我很喜歡它本身的咖啡豆 很平衡的味道 它不是偏味偏酸的 最後就是花蜜的花香 還有甜味 這裏主打就是日式料理 日式料理特別出名就是日式咖喱 它會有漢母排雞腿 湯咖喱 它這裡也會有 我剛才吃完 我個人有點失望 其實咖喱的味道是OK的 它是甜的那種咖喱 即是日本的日式咖喱 但是我覺得它失敗的地方 就是它的雞腿 雖然它是亂的 但是一吃到中間位 它是冷的 代表它這個東西 究竟是不知放了多久 才淋上咖喱汁 這樣就整個感覺不太好 雖然它應該是配上珍珠米 加上芝麻 整體上咖喱的汁 也不是那些特別出色的咖喱汁 有時候在DONKY買的咖喱磚 我覺得是比這個更好吃的 再加上雞腿是這樣的 不建議大家點這個主食 我覺得它這裡的咖啡 是值得去 咖啡是好喝的 我這個是一杯 它叫冰瑤咖啡 大家如果來的話 你也可以試一試 A FEW MOMENTS LATER 剛剛check in完了 就跟大家一起做一個room tour 其實這間酒店 它就叫丁蘭居 它的位置其實是 在荃灣一個比較偏少的位置 它是比較近丁九橋那邊 如果大家不搭車過來的話 其實行路 比如如如如心廣場走過去 差不多要半個小時 時間是比較長一點 這間酒店也很好地 它會提供一些shuttle bus給大家 我剛才看過的時間表 有些繁忙時間的話 它就會一個小時有四班 非繁忙時間就一個小時有一班 或者兩班 好 那我們先說回正題 這間酒店 其實我們這次是預約650元 是包含餐廳的 我覺得是非常划算的價錢 我們這間房 就是最便宜的房 就叫studio 開放食單位 其實它剛才是非常好 想升級我們上海景套房 我們這次的主題是便宜酒店 就看不到這間便宜的狀態是怎樣 都很感激酒店的員工 想升級我們 沒有機會去享受 其實我一進來的時候 我覺得這間房是蠻好的 以這個價錢來說 我覺得算是蠻舒服的 就有一個大床 旁邊就有一個衣� 衣櫃上面是沒有任何浴袍的 下面有風筒 有些洗衣袋 旁邊就有個夾蠻 酒店最基本的設備都會有 這裡就有一部大電視機 就是Sony的電視機 應該是比較舊的 我們現在看看電視機有什麼看 這裡都是本地電視台 竟然有LOW 有英超台 這裡可以看球 認真地說 我沒想過這個價位 電視台會相對比較多 Discovery Channel 這些都會有 以這個價位來說 電視台的選擇其實都算是幾多 甚至乎是比起比較貴的酒店更加之多 然後就有個mini bar的位置 熱水爐 最特別的地方就是有個微波爐 還有是我家的款式 比較方便大家 晚上肚子餓 可以這樣吃 因為這間酒店附近 我會形容為是比較荒山野美 附近都沒有特別 可能超級市場那些 所以其實都建議大家來之前 買了的水 零食 全部帶過來會比較好一些 下面有一個小雪櫃 然後這裡就有一張桌 吃零食 喝酒就可以在這張桌上做 大家都會看到這張桌 其實是有些歲月的痕跡 有些少許用久了 有些熱 有些醬 都明白的 這間不是一些貴的酒店 又未去到爛到很誇張 我覺得可以接受 接下來就是廁所位 其實廁所的燈光是比較暗的 雖然我們現在是一間無煙的房間 但都未去到脫皮脫骨 我們這次就是企肝的 其實我覺得企肝更好 感覺上好像更乾淨一點 這裡就是用手持式花灑的 它都有木露和洗流水 至於這邊就有個小小的梳洗位 快鏡 就是牙刷 還有化妝棉 都有個蕃茄 這個廁所其實我有點擔心 因為它好像按沖水的按鈕 好像按很久才有反應 然後我心想 它會不會塞了 然後真的很害怕 但是沒有塞的 只不過是衝力的那些藥 在廁所出來之後 就會看到床的位置 床的兩邊 都有兩個床頭櫃 還有床頭燈 還有床真的夠大 但就不知道床的質素如何 這裡最特別的是 有窗台位 還有地板一樣 都是鋪了地毯 純粹是讓大家坐得舒服一點 至於景觀方面 就是山景 其實它還有海景 不過我們這一邊 就全部都是對著山 所以房價就會低很多 其實這間酒店 其中一個最大的賣點 就是它的海景 它有些房型 或者酒店某些位置 都會看到丁九橋和海景 日落來說是挺漂亮的 它開個簾也是要人手開的 這個也是對著其他屋苑 未至於是歷山酒店那種 就是看到旁邊屋的情況 還有大片的山景 沒有什麼壓迫感 它下面也有馬路 我們這次就是住11樓 但也不是很聽到車聲的 只是仔細地看 這塊玻璃上面 是有一些污漬在 做完這個room tour之後 就說一說即時的感覺 其實這間房間 比我想像中大 但大家真的預料 它不會是很乾淨 或者很新淨 畢竟它的價位也很便宜 我都預料到 而且最重要的是 千萬不要有東西壞 或者有東西難 這裡還有一些機器 可以按杯麵 或者其他零食吃 好像汶泉旅館那種感覺 杯麵就是賣12元一個 借入了健身房 這裡的景色蠻好的 因為它有落地玻璃 對著他們這個 看到丁九橋的海景 這裡的設備 有些跑步機 有單車機 太空漫步的東西 還有一些瑜伽波 我們現在去遠一點 酒店外面看看 酒店看不到也沒關係 出來大概走200米左右 這個位置 其實都是大家看日落的一個熱點 看到不少人都在拍照 博學得超快 兩三分鐘跌下來 當然日落露了一點出來 誰知經過一輛大的貨船 又遮住了它 所以其實這些看日落真的很天然 其實這間是御心廣場 走來走去的時候看到的 我們等了大約半個小時 就進來了 我叫了一個梅壽司評判 它會有海膽、拖羅吞蘭魚、玉子燒、太子、蝦 甚至不同的壽司 這裡特別的地方就是 每件壽司的調味都會有少少不同 魚和壽司飯中間都會有少少芥末 還有壽司飯其實都是用尺醋的 但是有一個不好的地方 就是它的飯的尺寸比較小 其實是有少少雪茄市場 那我自己有少少不喜歡 略嫌 它的芥末就落得比較多 味道比較刺激一點 比較近一點 但是整體來說 它的海鮮大部分都是新鮮的 除了海膽就是偏苦的 算是一個合理的價錢 除了壽司評判 還有就是當飯 我就叫了一個精選北海道當 上面有幾個不同的配料 包括海膽、三文魚子、梅臘杯、蟹肉和馬丹蟹 它的食材不算是大份 我覺得女生吃剛剛好 但是吃就不夠了 這些食材都是正正常常的 都是夠新鮮 其實我不太喜歡這間的飯 雖然它的飯是日本米 蠔精的色澤比較深色 的確是挺濃的 但它是重酸味 而不是重醋的香甜味 讓飯比較實質 價錢是210多元 對應它的質素也是合理的 另外我還叫了一個明太子雞翼 它是變得非常嚴重 它是變得名太子 或者是非常飽滿 像是凸出了一個泡沫 好了 我們今晚就吃到這裡了 沒有意外的話 我們明天才見 大家早安 我們一早起床 就準備出去審溫一下 因為我們的包裝是不夠早餐的 但我們就會回到酒店的餐廳吃午餐 我們現在就走到丁九灣沙灘 其實都是一條直路走過去 昨天看日落的時候 就是這一條路 而且旁邊就是一片大的海景 是很棒的 還有看回那條丁九橋 我們現在就來到這個泳灘 最適合的位置 這個位置就可以一口氣 看完丁九橋和青馬大橋 在這裡拍照是超美的 原來這個位置很舒服 我們在這裡逗留著一陣子 還有到處拍照 吹吹海風 其實這裡真的是一個逗留的好地方 而且它不是只有沙灘 有不少石屎地給大家拍照 不會容易弄髒 對客人也濕透 不過這裡沒有什麼事多 也沒有餐廳 其實也沒有什麼人 都是見到幾個釣魚的發燒友 只要坐船出去 我們就準備回到酒店出去了 好 一會見 我們現在就吃個午餐 就是一個半自助的午餐 我們本來是打算點牛扒 我們上網看影片 就看到有人介紹 牛扒在這個半自助午餐裡面是包買的 但我們這次來就發現 原來現在已經要加60斤才可以吃 所以我們就沒有吃到 因為牛扒在餐廳上是最貴的 要200多元 因為其實老實說 你本來這間酒店 其實包買的自助午餐 我們都是覺得因為便宜 這樣的原因才會吃 誰知道原來在餐廳上 都會這樣加錢 可能要遲些再來的話 它又可能不知道怎樣加 這裡是有點失望 那怎樣都好 我們就點了另外兩樣東西 分別一個燒春雞 配薯條 我這個就是那沙海鮮飯 這個燒春雞其實很簡單 一來就是半片春雞 然後就會加薯條給你 它的汁就是BBQ醬 但我自己就覺得 它的雞是沒有什麼雞味的 這個好像很廢 但這個其實很重要 它這隻是比較淡而無味的 它的雞肉 也沒有什麼肉汁的 但它的皮就燒得夠脆的 很靠BBQ醬去調味 普通通 如果是要正價吃的話 我就不會吃 那我呢就是一個 那我呢就是一個 那上面它是有些 青口魷魚蝦 它就是一個 意大利飯來的 那它的汁呢 是非常之濃結的 都挺辣的 就是對於我們的程度來 我覺得是一個 算是爛的一個海鮮飯 海鮮那些呢 其實就是普普通通的 都是自助餐的 急凍的海鮮 只不過變成一個 飯的形式這樣來的 份量都是小份量的 那可能因為半時座午餐 你可以出去再吃其他東西 大家都要注意 那它其實外面的食物 它是沒有什麼主食的 就是你不會看到海鮮 烈芬 純粹是沙律的 還有一些湯 全部食物的種類 都是西式為主 那而且我都試了它們沙律 但是呢 我覺得它們沙律菜 不是很新鮮 因為我吃起來是苦苦的 前菜也是有那些火腿 那之後呢 我也吃過它的甜品 那其實最主要是 吃過Muffin味的雪糕 我覺得這個最穩陣 而且它這一間 真的有很多味道 它是有十一款味的 而且它是一球球的 就是有位師傅 就會筆給大家的 那就不需要自己很辛苦地筆 另外呢 它旁邊也會有Pancake機 然後有十款蛋糕仔 但是這些蛋糕 我就覺得是不好吃的 那個味道是平平無奇的 那就不需要特別試了 好了 那我們今三小吃到這裡了 那我們一會兒出去看看 這間餐廳外面的景 其實它戶外的露台位 就真的很長 它由餐廳的位置去到Dream Room 其實遠處就是泳池了 不過現在關了 它對上的房子 全部都是海景房 它某些房子的房型 再漂亮一點 就會看到景色更加開陽 就會直接面向著丁九橋和青馬大橋 據我所知 那些房子其實是 比山景房貴二百多至三百多元左右 我覺得這個價位來說是抵家的 因為你不是駛車邊的海景 而是真的踴躍了一片這樣的海景 所以我就覺得不算很離譜 很合理 天氣之下去看海景是很適合的 最重要的是這個海景不會跟對面的房子很近 有一種跟城市隔開的感覺 所以都不錯的 我們現在就跟大家做一個review 我們這次用了650元 就住山景房 然後就送多個午餐給我們吃 其實這個價錢真的很划算 尤其是兩個人來的 午餐也是二人份的 其實每位是325元 包住一晚 包一餐 如果是我以前看的話 其實是會有更加的划算 大家都可以偏偏看 這個package不算是最划算的 我以我所知應該是有些四五百元 可能包早餐再午餐 我原本以為這間酒店都挺偏僻的 但是比我想像之中是近的 尤其是它的shuttle是真的密的 進去之後就沒有市區那麼繁華 可能你買了一些零食或者水 這樣進來 如果有些繁忙時間的話 其實都很多人排隊等shuttle 因為我們有搭或shuttle出去 是6點多7點的 其實都很多人在行的 還有會有些失車的情況 這間酒店的設施 也只是常常的 有一個gym room 還有一間餐廳 很可惜泳池沒有了 我知道泳池是大家去酒店 是很重要的一環 然後我們重點再說到這間房 這間房就是山景房 因為我們是住11樓 這間酒店總共有12樓 晚上來說它的車聲都不算很誇張 這間的大小我覺得很好 便宜的房間來說都算大價 還有隔音來說 我們都聽不到什麼限閘聲 之後我們就說一下 我們房間有什麼問題 棋缸的位置 它的去水位是窒窒的 可能沖5分鐘之後 就會發現下面好像水浸一樣 關了水後 要等10至15分鐘 才會去完 但它熱水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保持著很熱的 水力都可以的 第二個問題 我覺得是廁所位 廁所位是真的舊式一些 我已經很久沒試過用刺座 是這樣拉下去的 它是要按下去的 你是要保持著按 大約10秒左右 才有一個船窩效應 而且浴室環境比較暗一些 我覺得床是比較硬一些 有一點像我們睡WMHOTEL那款的床 就是很硬的 所以其實昨晚也不是睡得很舒服 枕頭也正常的 不過就是床浴出了線 上網也是很快的 我覺得這間酒店房是合乎這個價錢的 真的值得 對 值得 我們今集就到這裏 多謝看到這裏的朋友支持 一定要記得 分享、留言和分享 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閉上鐘仔長線看 下集再見 拜拜